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是耳機插孔 這個是音源線 耳機插孔 音源線 你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這個插座 你會做在例如說 萬用板上面 你會把它放在萬用板上 然後你再用後面的位置 來焊接在你的電路上 那這個東西 至於你把它裝上去以後 你把它裝上去以後 這個孔插上去 另外一端 你就可以放在你的MP3上面 從MP3把訊號送過來 它就可以從這一端接到這個插孔 這個插孔插進去你的萬用板裡面 那你萬用板這邊在跳線 跳到你的 你的麥克風 或者你的 你的這個 這個 IC電路上 等等 來做 跳在你的IC電路上 等等這些東西 IC電路 這些都接著 後面的跳線 把電路實現起來 至於這個東西 怎麼用 助教示範給各位看 因緣線 它 基本上 它是分三段 三段線 就是 最外面 是 一般的所謂的接地端 它當然 這裡跟接地 跟這裡就會通 所以這樣就會通 那 最上面 跟最上面 會通 那跟下面 跟中間 都不通的 那中間 中間 自然就跟中間通的 跟上下都不通 那請各位看一下 我如果把這個線插進去 它當然跟裡面接通 對不對 但是哪裡跟哪裡接通呢 我們拿這條來試試看 來首先我們接到接地的 接地的是什麼 接地的是這一個 各位可能要仔細看 才看得到它 總共有五隻腳 這裡 從左到右 從左到右 總共五隻腳 左到右 一二三四 從左到右 總共五隻腳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理論上 雖然各位這樣看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把編號 講清楚一點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接地 它會 對中間這一隻腳 會通 因為它接在這接地 旁邊都不會通 旁邊都不會通 但是你如果接在 頭這一邊 你就會發現它 左邊第一支會通 右邊呢 就不會通了 其他的位置都不會通 只有左邊第一支會通 那如果接這個接點 右邊第一支會通 左邊呢 就不會通 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 知道了 這一支接地會通 其他都不會通 接最上頭 左邊第一支會通 接中間這個 右邊會通 那當然我們如果要接線送訊號 我們是一陣一副 所以就是簡單講就是 這個接這邊 這一端接這裡 然後這邊是接地 另外一端接上 這個就叫左生道 舉例來說 左生道對地 一組訊號 然後 右生道 這個 右生道 這個要接中間 右生道對地 是另外一組訊號 那這個地是兩邊共用 所以 這樣的一個 插 這樣的一條線 就是立體聲 左耳右耳的線 左耳右耳共用 你的MP3 或基本上你的音樂 iPad裡面 都是左耳右耳共用 那它裡面的插孔 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插頭 就可以接到你的訊號裡面 去用它 但是在這裡還有一個 特殊的關鍵 要跟各位講 因為 如果是左右中間 只要三支插頭就好 為什麼會有五支插頭 我們需要再看一個圖 才能了解 就是這個 這個圖 各位看這個圖的時候 注意一下 這個圖 跟這個 跟這個接頭 其實是 這個前頭 這個圓圓的 前頭這個圓圓的 這個圓圓的 就是 意思就是這個外環 它就是接地的意思 這一根圓圓的 就這一個就是接地 es 這一條就是接地的意思 然後 這邊有一個 最上面這一個3 還有這一個2 3跟2 分別是左深道 右深道的意思 那它配合它的時候 這旁邊有一根 這旁邊有一根 這一根 跟E1Rs 它是跟這個3R是接在一起 然後 E0ts 是跟2t是接在一起 那它正常都接在一起 除非 就是 你如果從這邊 先把這個 音源插孔插進去的時候 那 這個彈簧 這個勾勾 是彈簧的意思 這樣插進去的時候 這個3s 會被頂開 這個2t 會被頂開 然後 3跟11rs 這個中間的接點 就會鬆開 不會接通 然後 這個2跟10ts 這一根就會鬆開 因為這個會退開 這會退開 不會接通 但是當你拔開的時候 它這兩根就會接通 這兩根就會接通 那我們用實際的這個接頭 再跟各位示範一下 好 那各位在看我們這個影片的時候 如果不太清楚 請各位自己再用 再用 參考我們頭影片當中的圖示說明 我們會依照頭影片的圖示說明 好 那 其中就是 現在是先 先當作我們沒有接任何訊號 沒有插這個進去的時候 這兩邊會是通的 這個插頭接著 這一根接在旁邊 這會通的 有聲音聽到 當然是自己通 自己絕對會通 但是這是接到第二根 其他都不會 好 然後 這一根 這一根 最左 右邊的 跟這個第二根 會是通的 其他都不會 只有這一根 好 那當我們把這個插座插進去的時候 再接一次左伸道 再接一次左伸道 就不通了 它就沒有跟它通了 然後再接右伸道的時候 也是一樣 第二根已經沒有再通了 沒有再通了 除了 碰到自己 才會通 跟它接到兩邊 這是不會通的 希望各位在自己做這個接頭嘗試的時候 也可以試著理解 它這個接頭的意思 那未免各位覺得不清楚 我們再回頭來讓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兩支 理論上一左伸道 一右伸道 這個左伸道 右伸道當然是助教是隨機的選用兩組一起 這兩組 假設是左伸道 那你這一根 這一根線 插進去的時候 這個3RS跟11RS就會分開 不插進去就會連在一起 那這個 這插進去 不插進去的時候 2T跟10TS就會連在一起 插進去就會分開 那至於它有什麼功用 我們會告訴各位 在這個圖形上面 我們會另外在電路的時候跟各位說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麥克風線路 跟你的音樂的信號 能夠同時透過這樣的一個音源插孔做切換 所以當你不送音樂進去的時候 麥克風聲音可以放大 那如果你插進去音樂信號的時候 麥克風可以斷開 這兩根可以斷開 基本上它的用意就是這樣 那以上是這幾個音源線路的使用 那特別再提醒大家一下 各位要做實驗的時候 麥克風是各位可以用 然後用這個試波器 盡量用交流去觀察 因為麥克風的輸出信號 大概都只有10mV就差不多了 你接的偏壓點接的好 可能 例如這個電阻配合的好 可能就可以讓它的工作點 真的在它跟它的中間的區域 不要被跑到截止 不要被截波 也不要低到飽和 那這個就可以很好的用 當然訊號還是不會很大 需要恰當的用試波器去觀察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希望各位合適的能夠判斷出訊號的條件 好 那以上說明到這裡